全球大視野頻道開會員囉 邀請全球大視野的忠實觀眾 前進戰略高地 和國際職仇對決的忠實粉絲 正妹看世界的寶寶們 加入全球大視野頻道會員 每月固定小額付款贊助 知識中編 繼續做優質國際新聞和評論 請來到全球大視野頻道 首頁右上方按下加入鍵 讓我們成為全球大視野Family 會員有獨享福利 快來加入喔 目前在國際上呢 第二屆的美國非洲高峰會 12月13號開始呢 華府登場 但是從第一屆到現在的第二屆 中間整整隔了八年的時間 美國都沒有想起非洲嗎 那突然間 把非洲這49個國家的領導人喔 全部叫到美國來開會 這什麼意思呢 好 美國說他們熱烈歡迎到訪的 非洲國家領袖 還承諾呢 來晶圓道了 數百億美元的援助 只是呢 美國的國防部長同時就開始警告囉 好 這算不算威脅呢 他警告說中國大陸跟俄羅斯 正在破壞非洲的穩定 我們先來聽聽奧斯丁 以及大陸外交部的最新回應 美非峰會即將召開 我們樂見國際社會各方加大對非洲關注 但堅決反對把非洲當作大國博弈的競技場 將對非戰略作為遏制和攻擊他國對非合作的工具 好 剛聽完了你覺得這個美國算不算是扮威脅呢 為什麼到底誰才是真正非洲的好朋友呢 真的在非洲需要援助疫苗的時候 那美國當時候就曾經被炮轟過 西方國家都在囤疫苗 他現在拜登政府說計畫在未來三年內 為非洲提供550億美元的援助 但你知道非洲有多少國家嗎 光是非洲聯盟AU這個聯盟就有50個國家了 好 接下來我們帶大家來看 中國呢 為什麼現在呢 美國啊 要開始布局在非洲 因為他們發現中國大陸在非洲的影響力 會越來越強了 但是呢 中國大陸可不是撒錢這樣子的利誘哦 你需要什麼 中國大陸就給你什麼 你需要基建 你要機場 我來幫你蓋 你要高速公路 我來幫你建 好 首先我們先來看 你需要什麼武器 西方國家買不到的 美國不賣你的 你來我們中國看看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 中國大陸這幾年在非洲做了些什麼事呢 首先我們常會看到有很多的 維和部隊到非洲國家去 為什麼呢 幫助非洲國家除地雷 有一些比較困難的一些軍事任務 他們沒有辦法完成的 中國派他們維和部隊 來進行這個任務 同時也教導一些非洲國家的部隊 一起來學習 那中國呢 不僅是藉著這些維和行動 向特地的非洲國家提供高額的軍事援助 那麼現在呢 也已經成為非洲國家的武器來源 光是2014到2018 中國就向26個非洲國家提供軍事裝備 那俄乌戰爭之後呢 也的確喔 這個軍火市場大洗牌囉 全球排名第二的算是軍火商 俄羅斯 這幾年呢 應該說這一年多來啊 軍火的出口一直在下滑 衰退的幅度呢 達到二到三成喔 為什麼呢 首先俄羅斯軍火的一些老主顧 埃及印度阿爾及利亞 阿爾及利亞北非國家喔 但現在呢 買不了耶 因為美國施壓 說你們不可以再從俄羅斯進口軍火 所以呢 這三個國家裡面 佔了19%的這軍火市場 欸 那明年怎麼辦 國防預算還是有啊 要跟誰買呢 來 答案宣布 跟中國 美國 或者是法國來買 那麼買什麼樣的軍火呢 當然 每個國家有自己的想法 那麼很多國家呢 其實都希望CP值要高嘛 同時呢 要兼具好用 那價格又要合理 那首先呢 原本呢 跟俄羅斯買軍火的這些買家 其實呢 大部分跟美國還有西方國家的關係 可能也不是很好 那他們放棄 一旦不跟俄羅斯買怎麼辦呢 可能就會轉向國際市場上 最近幾年快速崛起的中國軍火商 那麼再來呢 我們來看一個數據 以瑞典的斯德哥爾摩的國際和平研究所 有一個統計 2021年呢 我們先來看法國 法國的軍火輸出佔了全球11%喔 這是全球排名第三 好 第一如果是美國第二 俄羅斯第三就是法國 那中國佔了 那中國佔了 第四名 佔了4.9% 好 首先呢 我們先來看 法國的軍火交易額為什麼會暴增呢 主要是因為印度 卡達 埃及這三個國家下了大訂單 飆風戰機的訂單 就佔法國的輸出軍火的總額56% 好 那再來呢 跟中國大陸要買的 很多國家喜歡買輕型武器啦 或者是中小型戰艦啦 中短程陸機 空機的飛彈 中國大陸也很有機會可以迎頭趕上法國 那再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 剛說到了北非 非洲國家都跟中國買哪些軍火武器呢 首先 阿爾及利亞在他們的這個大閱兵的時候啊 展示了這個大量的軍備 很多人就在看 哇 裡面有很多是from China耶 引發了大家高度的關注 那首先我們先來看 觀察者網有一篇報道 他說呢 其實啊 北非 阿爾及利亞 它很靠近歐洲 還有地中海 石油生產大國 其實呢 在上個世紀90年代以前 阿爾及利亞都在跟西方國家買武器 但是呢 最近幾年大幅轉向東方 2021年 阿爾及利亞跟中國大陸就買了一大批的這個軍備 包含了 我這邊照片都幫大家抓出來了 這些全是阿爾及利亞買的 6艘056型的輕型護衛艦 總價值1.2億美元 24架翼龍二 查打一體的無人機 首先我們來看翼龍二 翼龍二呢 它是一款呃 陳飛設計的多用途 剛說的查打一體嘛 無人機 它的機長呢 11米 機翼 20.5米 最大的起飛重量呢 是4.2噸 那麼它的機翼下面呢 有6個掛架 所以呢 一飛出去可以掛12枚的飛彈 那麼這一次呢 賣給阿爾及利亞這24架的翼龍二無人機呢 總價值 剛說了1.2億美元 也就是我們平均來算喔 每一架無人機的售價是500萬美元 如果說你跟美國買同類型的產品的話 哇 你跟中國大陸買便宜了7倍耶 那再來我們來看一下護衛艦 056型護衛艦 它本身的性能就已經很優秀了 但是呢 如果你在加裝一些其他的火炮呢 可以讓它威力更強 首先呢 它同時具備了對地對空對海的打擊能力 好 只要呢 你裝備了防空炮彈 哇 就可以攔截打擊空中3000米到1萬米距離的目標 另外呢 這一艘056型的輕型護衛艦呢 還可以再攜帶英級12的反艦飛彈 也就是說 對於你的敵人的水面艦艇 也可以有所的威懾 那麼再來呢 阿爾及利亞還買了什麼 來 這個可能大家比較少聽到 CM-302 超音速反艦飛彈 這個名字大家覺得很陌生 但其實呢 它就是英級12A的反艦飛彈的出口型 那麼這一型的飛彈呢 速度大 射程遠 威力大 這三個特點 它可以瞬間呢 摧毀中大型的水面艦艇 然後呢 阿爾及利亞剛不是說了嗎 他們把護衛艦也買了嗎 那現在英級12A的飛彈也買了 兩個combine 結合在一起呢 大幅提升阿爾及利亞海軍的作戰能力 那阿爾及利亞為什麼要買這麼多軍火呢 首先阿爾及利亞東邊利比亞的局勢很混亂 還有南部沙漠一帶 據說有一些恐怖分子常常在活動 所以2009年阿爾及利亞就開始買大量的軍物 已經超越南非 成為非洲軍費最高的國家 那麼在2015到2020年之間 你知道嗎 阿爾及利亞他們的軍事運算的總額 就已經達到了620億美元 這已經是進入了全球20大軍費開支國家的行列 那麼為了要跟摩洛哥的軍隊進行對抗 所以阿爾及利亞在過去10年買了300億美元的軍火 那其中呢 跟中國大陸買的就排名第二 那買最多的是俄羅斯的軍品 那麼再來呢 我們先來看 看完了中國大陸在非洲 你看包含了在軍火貿易上 你知道要國家跟國家要買軍火 這不是有錢而已 而這是要非常的信任彼此 要有一個信任的關係 才有辦法從一般的貨物進展到軍火的買賣 所以你可以感受得到 中國大陸在非洲的佈局是深耕的 而不是像美國一樣八年跟你開一次會 首先呢 美非領導人峰會 雖然開幕了 但是呢 好像沒有聽到太多實質 到底美國可以幫助非洲什麼 只有聽到奧斯丁一直在嗆聲 跟大家說呢 你們要小心中國大陸 你們要小心俄羅斯 除此之外呢 好像也沒有了 好 那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呢 這大陸外交部發言人王文斌 今天也做出回應了 他說呢 美國你不要再多插手了 非洲的事情 非洲才有發言權 支持非洲發展是國際社會的共同責任 我們一貫樂見 非洲合作夥伴多元化 歡迎包括美國在內的國際社會 加大對非關注和投入 同非方開展真正平等互利的合作 同時我們也希望美方以開放心態 看待中非合作 非洲不是大國博弈的經濟場 更不是哪個國家或某些人 肆意施壓的對象 非洲國家和人民有智慧也有能力 選擇符合自身利益的合作夥伴 誰是真正為非洲好 非洲國家和人民最有發言權 我們再來看一下中國大陸最近幾年 我們說海軍非常的亮眼 11月上旬 中國解放軍的第三艘 075型的兩棲攻擊艦 安徽艦才剛服役 伊底達這個訓練的海域 雷達部尾就發現低空目標來襲 在雷達的引導之下 艦砲迅速的鎖定目標 實施精準的火力打擊 一起來看超染片 安徽艦剛易抵達訓練海域 雷達部尾就發現低空目標來襲 編隊立即拉響戰鬥警報 官兵迅速奔赴戰鬥崗位 進入戰鬥狀態 打擊目標 13動3P 預備 發 在雷達引導下 艦砲迅速鎖定目標 實施精準火力打擊 空中威脅再次來襲 安徽艦判明目標方位 迅速發射干擾彈 成功解除威脅 短短不到時間時間 就達到了訓練一期 靠的是部門上下通力合作 靠的是訓練中心組訓組 全時指導精準指導 安徽艦還進行了損害管制 核生化防護 反偵察與反干擾等科目訓練 催戀了艦艇防禦能力 檢驗了實戰化訓練水平 我們將按照戰艦 從這裡使向戰場 戰鬥在這裡有限打響的標準 大力加強實戰化軍事訓練 加快提高打擊能力 以實際行動進攻強軍事業 奉進強軍目標 那今年珠海航展呢 大家看到了許多新款的 中國大陸的軍機展現 尤其是20系列 受到世界高度的關注 那麼不論是這個軍工產業 或者是大國貿易 其實中國大陸呢 靠著中國式現代化 走出了自己的一片天 等於是把美國拋在後面 復旦大學的中國研究院副院長 范永鵬他就認為 在這個世界啊 是處在一個新的覺醒年代 大家看到的是中國行 美國不行西方不行 這個美國做的一些正面的 口頭上的承諾 我覺得有一個積極意義 就是證明了我們的一個戰略智慧 就是這個合作是退讓不來的 是鬥爭來的 他為什麼會做這樣一種表態 我覺得跟剛才張老師講 8月份這個佩洛西窜台之後 我們的環島軍演 我們塑造這個台海的新常態 這個東西實際上是 給美國證明了我們的能力和意志 也打擊了美國 包括在東南亞地區 對這個心理影響是非常大的 另外還有前不久 我們這個珠海航展 我們這個把我們很多重器 都拿出來擺在這兒 不僅是重器 而且是成體系的展示 而且放開讓你怼著臉來拍 這個東西實際上 對這個世界上 是一個很重要的信號 過去有一種說法說 東南亞主要在經濟上靠中國 安全上靠美國 那麼實際上 過去這段時間的一些態勢 讓這些國家明白 安全上 美國也未必靠得住了 而且美國就是地區局勢 這是不安全的來源 對 所以很多國家自然在心理上 開始向中國傾斜 那麼實際上 它這樣一種表態 證明了我們這種鬥爭 是對的 我們鬥爭才能換來這樣一個 讓對方妥協合作的 這樣一個姿態 這個我在補充 就我們講的 就叫鬥爭 通過交鋒才能更好的交流 而且這種交鋒和鬥爭 會得到實際上 絕大多數的國家和人民的支持 天下苦美久矣 中國出手跟美國鬥爭 他們特別高興 這個鬥爭的方方面 自然航展就是這個例子 他們說這個 中東國家覺得 這是他們的這個雙十一 看到這麼多東西可以買 就成建制的合成旅 各個重要的配備 背後就是他們覺得 你靠得住 優樸 所以雅萬高鐵也是的 這些都是實實在在的成果 所以我覺得這個世界 出在一種新的覺醒年代 看到中國新美國不行 西方不行 那大陸疫情逐漸在解封了 當然解封之後 全世界都一樣 要面臨的第一個問題 就是確診人數會突然間大幅的增加 那麼醫療量能吃緊的情況 有很多人就選擇在家隔離 只是發燒到將近要40度 臉不斷的發燙 有人想說我敷面膜冰冰的可不可以降溫 沒想到居然面膜開始冒煙 還有男子確診之後不斷的排氣 現在正式把放屁排氣 納入新冠的症狀之一 大批民眾在瀋陽一間醫院外排隊 前熊貼後背 疑似朝著醫院門口前進 大陸接封確診數飆升 醫療量能緊繃 北京發燒就診人數暴漲16倍 急救電話狂增6倍 有男子確診高燒40多度 躺在床上狂出汗 床單濕透還印出一個人形 網友好奇這確定沒有虛脫嗎 很多人都在賣卸了 但東西都在賣卸了 我感覺是很棒的 我希望他們可以開放 有事業很慢還是很難嗎 你能看到 沒有那麼多客戶 很多人都只會感染疫苗 你怕疫苗嗎 我怕我父母和父母 強要人潮持續 真香卡未買藥 目前大陸已有9個省驗出 地獄犬變異株BQ.1.1 疾控中心強調 這種變異株的重症和死亡率低 不必過度擔心 至於南北流行的病毒株不同 症狀有些微差異 但專家提醒北方乾燥又冷 確診病情比較嚴重 防疫專家張文宏也呼籲 新冠疫情正進入最後一城 建議老年人這一個月 不要去跳舞打牌 減少感染機率 記者李清晨晨茂報導 那最近又傳出說 印度跟中國大陸的邊界衝突在起 那麼中印的軍隊是在12月9號 在印中邊界的藏南地區 說爆發了肢體衝突 雙方都有軍人受傷 但無人死亡 我們帶您來看 大陸的西部戰區有最新回應 12月9號 西部戰區邊防部隊 為中印邊境東段東張地區 實控線中方一側組織 例行巡邏 遭到印軍非法越線攔阻 我應對處置 專業規範有力 穩控現地局勢 目前中印雙方已經脫離接觸 我們要求印方 嚴格管控約束一線部隊 與中方一道 共同維護邊境的和平與安安 好同樣朝著和平的方向來前進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畫面 其實就是印度邊境地區的民眾 因為中印軍隊再度爆發衝突 所以他們在抗議當中 還焚燒了五星旗 以及一些大陸製的電子產品 那麼這次衝突也是自2020年 中印衝突造成了20名印度軍方 以及4名解放軍 不幸喪生以來 兩國算是吵得最兇的邊界紛爭 衝突過後兩年半以來 中印雙方經過了16輪的軍長級會談 希望降低衝突的可能